再来看到鼓励独立电影制作的 加拿大国际电影节 今年有90多个国家参加 而从这些影片中脱颖而出 得到最高荣誉的 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华语影片密码 逢共的开机密码 这写了一半 3月20号 新世纪影视基地的开篇之作密码 在2018年加拿大国际电影节中 脱颖而出 获得最高奖 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的宗旨 是加奖和鼓励专业的独立电影制作人 评审团在来自90多个国家的作品中 选出入围影片 而最高奖则颁给所有入围影片中的第一名 今年就向荣誉由华语片密码获得 电影密码基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的是法轮功修炼者与正义人士 共同揭露中共迫害的故事 品主角慧悦在片中扮演一名企业总裁 他在无意间帮助了法轮功学员 而且到了法轮功真相 并把真相传递出去 目前电影密码可以在YouTube上免费观看 而该影片的主创团队以前就获得过多项大奖 其中烛光曾获六项国际电影节奖项 黑暗中的树光曾获内华大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奖 俄勒冈国际电影节赢奖 北美电影节赢奖等十一项国际电影节奖项 事件我们认为是需要回归传统 这是社会观众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和鼓励 新世纪影视基地位于美国纽约 在2017年成立 宗旨是传承真善忍核心价值 以此唤醒世人本性的归真 新世纪发言人表示 在影视基地筹建之初 纽约州经济发展部的30多位官员 就是因为认同基地的创办宗旨 才一致表决通过 将州政府奖励基金颁发给新世纪 帝国之州发展部发展署的一位副总 他听完我们也是第一次和他会面 他说新世纪所做的事情 对当地社区包括纽约州的未来发展 可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皮特表示 新世纪影视基地愿意为所有秉持相同理念的人 提供自由的创作平台 想创作出那些像不朽的经典 如San of Music 音乐之声或It's a Wonderful Life 生活多美好 这样一个能几十年半个多世纪 都被人们说去反复观看 反看不厌 然后整个一家老少都能受益的好作品